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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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看見一些醫療、教育、商場、綜合費 其實都很適合居住來勁 和我以前想的平生的印象已經差別很大 在可能一、兩年之間 我們的環境和這裡有些是類似的 就是很適合去做一些創新的業務 另外我看到現在這裡有很多政策 其實都是很支持一些創新企業 特別是一些大數據、互聯網、5G等 我也覺得現在是放回這個國家的政策去走 我覺得類似相關的一些大灣區青年 都可以考慮這個地方去發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但如果真的要做研發創業 這裡就是一個很適合員工和公司一起成長的地方 經過這兩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經過了解更多平山的知識 然後我覺得平山有很大的發展的機會 因為昨天我拿到的消息就是 平山是一個新的很年輕的城市 因為它也是深圳的地區 我覺得它現在很多的 這個一個新的城市發展 它有很多 昨天我們看了一些政府的設施 今天我們看了那個技術大學 深圳技術大學 其實這些很多方面的 包括現在我們來看到這個新的 就是港澳青年枯發基地 其實很多這些新的建築物 其實都是很好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機遇是很大的 因為當一個城市發展 然後我們是從第一天 我們就開始進來去參與 其實這個機遇是很大的 所以經過這兩天的活動 我覺得我有興趣來平山發展 然後機會是有的 而且始終是一個新的城市 我覺得它很有趣 所以我都很喜歡平山 我是殷斯明 現在是在珠海創業的 我是從事教育的一個職業 我自己現在也剛好開拍一個節目 是關於大灣區的生活節目 我覺得剛剛今天來到平山 這兩天就去了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地方 令我很深刻 就是去到一個深圳的技術大學 其實這是一個新的大學 而且是一個非常大的校園 我覺得我剛剛看到他們的 那些私資和整個環境 是非常之好 就好像我以前在外國留學一樣 希望吸引更多的香港青年人 回到這邊讀書或者創園 我認為平山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剛剛昨天也有去參觀過 比亞迪一個工廠 整個大廈都在這裡研發 比亞迪作為一個全國 全球性新能源很頂尖的 尖端在前端的一個企業 這種高生企業 其實都是很難得可以進去 我希望可能更多的香港人在這裡讀書 甚至可以進去這些高生企業 令到我們的眼界視野都會廣闊了 高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令陽影業的黃素欣 Amy 今天很高興受到香港商務的邀請 來到平山這裡做一個交流 來之前我覺得平山可能很小 今天和昨天兩天 了解完之後 原來平山其實很大 都有很多很大的企業 坐落在這邊 好像比亞迪集團 和國家的生物產業基地 包括對創新企業的政策 亦都非常之好 期待之後 亦都會有機會在這邊 和大家做一個電影方面的合作 我來平山之前 其實很老實 可能我對深圳不太了解 所以我也很奇怪 為何會來到這裡去看科創事 或者是創業 但今次經了商鋪活動來這裡之後 我覺得原來都是和我想像不一樣的 譬如說原來有很多不同文化的東西 譬如說有很漂亮的圖書館 不同的文化的博物館 有些科創企業在這裡 譬如我今天來這裡參觀的生物企業 亦都有 我覺得會有一個衝動 都會想過來 會不會在這裡創業 開始這邊一個新的生意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覺得是 這兩天一夜的平山痕 我的感想就是 如果你想創業 這裡是你可以考慮的多好地方 因為你會發現到 很多志同圖合的年輕人 亦都有大公司在這裡 你想怎樣發展 你想先去學習 再去拿經驗再去發展 你也可以在這裡創業 有很大的空間 將你所有的思想放進來 還有環境設施一定推全 如果有興趣在這裡創業的話 是真的可以過來看看 你會有意識不動驚喜嗎 相對來說 平山比起其他地方 它的創業成本 是會比較低的 其他營商環境都不斷優化 尤其是國家 針對平山的補貼 對我們這裡中小企業的補持 是比較多 包括初創 場地的津貼 社保的補貼 創業帶動就業補貼 或者一些創業的貼式貸款 都可以鼓勵年輕人來這種創新發展 包括我們現在這裡的深港 千年創新創業基地 都提供了很多帶勒 事業人才和知識 可以給大家參考 或者去參場發展 看看有什麼項目可以來做 相對現在 支持這些中小企業的機構 都越來越多 越來越見全成熟 相對來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去讓大家來平山發展